像马哲这样的人物在1987年出现是很正常的 马哲就是一个县公安局的巡警队队长 非常相信国际相对政治 命运推动的时候 他就慢慢地就变成疯子 所以龙女眼什么都没有问题 就是一个突破的案件在发生 在他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比起的事情 开车 出现了无数个嫌疑人死了无数个人 死了 精神病这条的案子 把他惊着 崩溃了 松子好像是马哲的老师一样 在告诉他一些 原来听过话之外的 某种东西 他已经分不清楚之前哪些细节是真实的 然后那些瞬间是假的 我觉得对马哲来说 他在做一个恶梦 不想爬开这个宝藏 刚才醒来的时候 你也醒不来 这个男人 最难的一点我是想 怎么能让马哲这个人物形象具体的出现在自己的脑子里面 直到我看到了一张照片在网上 我就想了要增重这件事情 就是你会看到他每一遍是会不一样的处理 朱宇龙的从头到尾都是情绪控制的非常好 演得很好 有的时候我们都说这条挺好 然后他也是特别近的看 我再看一看 我再看一看 但是他也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了 而且到现场一眼是非常非常的认真 烫着了 没 就挺牛逼的 我特喜欢 这条特别喜欢 是特别喜欢 我奔着一条颗颜 马铁 三天公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相对于这个故事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去人恶化的角色 你怎么告诉你 这是谁啊 冥冥中的 我们见的 但也许片刻之间你能感受到的地方 命运的谈判 但是我们再马上是这样能体会到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准备这个电影 跟着他一起流淌打出感觉 不不不